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,苹果发表汇金,13,在台湾时间凌晨1点登场,公布iPhone XS Max新机,没想到中国网友又歪楼崩溃,认为苹果列赏美国维京群岛,却没在台湾和香港的国民前标注隶属中国,这把怒火也延烧到唯一受邀出席关里的歌手王力宏, 在他开箱的直播中拼命乔从此不喜欢你,不支持你,众所瞩目的苹果发表汇金登场,成为全球热议话题,没想到中国网友经见苹果在首播开卖的国家中,都把维京群岛前列上美国,却没在台湾和香港的国民前标注隶属中国,在网络上发起抵制潮,王力宏也惨遭波及,直播被网友灌爆 王力宏我问你拿了苹果多少钱?国产的不好吗?以后都不想看到关于你所有作品,不过也有中国网友清醒地表示,王力宏本来就有美国国籍王力宏无辜遭波及 翻射自脸书,王力宏被网友惨骂 翻射自网路,王力宏惨遭网军攻击 翻射自网路